委呦我們先針對這個苦林在臉書上講這件事情 你好像覺得蠻氣憤的對不對 因為苦林今天講的事情是去年七月的事情 那現在是突然又拿出來在做抹黑照謠帶風向 我覺得非常不能理解在這個時候 做這種照謠抹黑的文章跟攻擊到底是為什麼 更何況去年七月的時候 不僅我自己本人澄清 包括當時總幹事無私謠 還有當天的主持人林楚音也都特別澄清 當天的活動是臨時的通知 而我早就已經安排好宜蘭朋友父親的功績 就是在早上 那所以臨時我也跟總部說 可能陪陳時中參拜完之後就要趕到宜蘭 那他們也都同意 所以當天我還特別答應無私謠說 參拜完之後再留下來說 等一下介紹揮揮手就可以走了 所以一切的流程就是這樣 那當天包括這個林長佐委員他也是提早離開 甚至范雲委員也因為有事 所以沒有辦法到現場 所以從頭到尾其實整個過程 我也都解釋得非常清楚 甚至我今天還連跟朋友這個 當天去攻擊的對話也都貼出來了 當天特別趕去然後到宜蘭的時候都已經11點半了 那所以整個流程其實都已經有點Delay 但是我還是堅持就是在陳時中那一場 能夠參加完介紹完再離開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在整個活動的過程中 可以說是盡心盡力 但是還要被這樣子抹黑帶風向跟造謠 我真的覺得說這樣子的做法真的是大可不必 而且這樣子的目的到底是為什麼 背後又是什麼樣的操作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的惡質 非常的惡劣 那長期以來不管是翁達瑞或是苦林 一再的用這種抹黑造謠 而且完全不實的內容在網路上帶風向 不管是攻擊我或者是整個過程裡面 去製造綠營的對立跟分裂跟矛盾 那我覺得這樣的作為其實就是在幫助國民黨 這樣的作為其實無助於民進黨這一次 2024國會選舉能夠過半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做法真的是令人覺得非常的惡劣 而且真的是非常的不能接受 委員剛剛好像也有在臉書在發文講到說 因為希望說民進黨這次還是可以國會過半 那你批評說吳辛黛這部分一直打著自己是本土派 確實其實是在分裂本土派在國會沒有辦法過半 你怎麼看他最近的作為 吳辛黛昨天也開了一個關於歐洛英的記者會 那用的也是我的資料 我是覺得說下次開記者會如果要用我的資料 可以先跟我打聲招呼 否則這樣觀感也很差 那當然從整個歐洛英事件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歐洛英的這個網軍 這個許哲兵 他長期的擔任歐洛英的網軍 配合在網路上操作帶風向 而李彥秀呢他同時是方和傳媒的 跟歐洛英的最大金主 光是方和傳媒在2020他就花了202萬 那現在李彥秀沒有辦法說清楚的是 他到底在歐洛英花了多少錢 又買了什麼樣的廣告內容需要花到200萬 那這些其實都會讓人家質疑說 現在許哲兵在PTT網路上帶風向攻擊我的這些內容 是不是背後就是因為有人出錢 而這個出錢的人最大的金主就是李彥秀 這中間的過程又是如何 這個我覺得就是大家想要質疑的 也就是說許哲兵他是歐洛英的長夜網軍 而李彥秀又是花錢買歐洛英廣告的最大金主 所以這中間的連結當然會讓人家質疑 那我也準備要去告發許哲兵 還有這背後的金流 去了解說在背後去操弄這些網軍 在網路上攻擊我帶風向的幕後的黑手到底是誰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才是大家最關心 也需要釐清的 那關於吳辛黛當然 他今天又在網路上在臉書上其實在講說 高嘉瑜站著本土派然後佔盡好處 我覺得這句話是在打臉他自己吧 因為吳辛黛才是一個從頭到尾打著本土派名號 就想要在內湖南港來參選議員 參選立委的人 但是他住在高雄 在內湖南港完全沒有任何的耕耘 光憑著本土派三個字 他就覺得他可以參選議員 雖然落選了 他現在又打著本土派的名號 去攻擊我 然後想要參選立委 這樣子的做法 其實才是想要佔盡本土派的便宜 佔盡本土派的好處 但是在內湖南港高嘉瑜 是從2010年擔任議員開始 一路到擔任立委14年的時間 從擔任議員 努力的去阻止這個慈濟開發保護區 或者是爭取內湖連開移送監察院 糾正通過追回連開百億 到後來為內湖爭取到新的捷運的捷運東環段 為南港所爭取到的這個2025年 南港隧道的開通中央補助16億 包括南港富剛郵局的開幕 爭取這個降低公社比 現在林宥昌也同意降低到25到30% 我想種種的這些 包括我們在動保上的努力 擴大動物用藥 獲得動保的優秀立委 司法正義的優秀立委 公都盟四次肯定的優秀立委 這些都是我問政的成績跟表現 也是我們長期在內湖南港耕耘的成果 這些不是靠著本土派三個字 就可以去輕易抹面說 我們在問政在地方耕耘的這些努力 我覺得無心帶今天的所作所為 打著本土派的名號 可是卻是在幫助國民黨 在幫助共產黨 他的接近紅 其實現在已經慢慢變成一個 媚共紅 因為無心帶的參選 只會讓國民黨贏 讓共產黨笑 那無心帶口口聲聲所謂的大局 現在的大局很明顯就是2024 民進黨要國會過半 民進黨在立法院一席都不能少 民進黨的每一席都非常的關鍵 那請問無心帶的大局 到底是為了誰的大局 還是為了共產黨的大局 所以今天針對無心帶的種種言行 我想都是讓基層支持者不能接受的 更何況這個賴清德主席 前陣子幫我錄音的整個過程 無心帶也要抹黑造謠說 賴清德主席幾乎幫每個立委都錄音 事實上我們確認過賴清德主席 除了幫新人錄音之外 現任的立委 只有幫高嘉宇一個人錄音 這也是事實 但無心帶也可以抹黑造謠 毫無根據的指控 去誤導這些民進黨的支持者 那這樣子的一個遏制的行為 其實一直以來都長期的 不管是這些造謠抹黑 或是刻意分化綠營 分化本土派的言行 我覺得都是傷害民進黨 或者是傷害今天2024 我們在國會過辦這個大局 最主要的原因 我又想問一下 你剛才講到202萬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因為我們在監察院的公報上 看到歐洛英這個部分 只有大概八十幾萬 那這202萬是您從哪邊查的 202萬的部分是方和傳媒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是2020年 李燕秀參選立委所申報的金額 那後來李燕秀也參選了議員 那參選議員的時候呢 可能開始就跟歐洛英有所合作 開始成為歐洛英的廣告主 到這一次參選立委 可是最起人疑鬥的就是 許哲斌是歐洛英的常業網軍 而最近又在PTT網路上 針對AIT的事件來攻擊我 而李燕秀又是購買歐洛英 廣告的這個最大的廣告主 所以這後面的連結 才是大家今天質疑的重點 也就是說今天 許哲斌到底是收了誰的錢 收了誰的好處 才在網路上做這樣子的攻擊 抹黑造謠 這才是所謂的網軍 而李燕秀昨天攻擊我 說我是網軍側翼的始祖 我想這個李燕秀 他自己花錢買網軍 卻指著別人 這樣子的造謠抹黑潑髒水 真的是令人傻眼 那更何況高嘉宇其實從頭到尾 從來沒有用過任何的網軍 我就只有自己 連分身帳號我都沒有 說實話我就是有很多 可能支持我的人 他們會幫我講話 但這些人絕對不是網軍 也不是我可以操弄的人 我從來不會去操弄任何人 去幫我做任何的事情 但是我很感謝這些 願意在網路上自發性支持我的人 那這些人的正義之聲 我想今天才是造就網路文化 能夠有讓真相能夠浮出的 最重要的原因 但是用花錢買網軍 帶風向這樣子去做選舉的操弄 這樣子遏止的行為 我想都不是大家所樂見的 委員那想問一下實事議題 就是教育部呢 他9月是退出了一個 0到6歲國家養的影片 那事實上宣傳影片裡面 有一個提到公仔 然後有一點歧視的意味 那最近呢那個宣傳的前傳也被爆出來 不只公仔裡面還有提到遊戲機 也有歧視的意味 那這部分你怎麼看 這個教育部的一連串的影片 我想可能對於動漫公仔 或者是對於男性 或者是對於這個遊戲 這些產業的文化 有另外一種的偏見 才會導致今天這麼大的反彈 那其實對於台灣現在要追求電競 追求這些動漫等等的這些次文化的一個 另外的一個商業的模式來講 其實又是另外一個蠻大的影響跟打擊 所以才會讓教育部緊急的下架 我覺得其實當然我們在做任何的宣傳的時候 都要去顧及到任何一個層面 可能會造成的影響 尤其是教育部用公家的資源 做這樣子的廣告宣傳 就是去打擊另外一個產業 另外一個文化 這個不是大家所樂見的 所以就我個人而言 也收集非常多的娃娃 玩偶等等 那我並不會玩物上智 而且這個可能是一種療癒的行為 那很多人都有自己療癒的方法 不管是公仔 不管是遊戲 電玩 其實他們都有各自的族群 而且都有在另外一方面的專業 現在電競也可以打到亞運等等 甚至未來可以推廣到世界的競技 這些都是台灣現在所追求的目標 那怎麼可以因為這樣子 就去抹殺這些人的努力 我想這些是整個教育部廣告最大的問題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更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ulfil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健康